弟兄姐妹,早安。礼拜五了,求主祝福我们,明天我们会有一个营会,我们一起来为这个营会祷告,守望五六十个学员在一起,有一天的时间,一天又一个晚上,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领受,得到一个很好的装备,非常好。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,那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,摩西对耶和华说,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,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,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,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,我如今在你眼前蒙恩,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,使我可以认识你。 好在你眼前蒙恩,那弟兄姐妹看见,上帝对他说的是,我按着你的名来认识你,你在我眼前蒙恩,那摩西呢,他说,你还要指示我,谁要跟我去,那谁会在我前面来带领我,使我可以看见你,可以认识你,好叫我在你面前可以蒙恩。 所以弟兄姐妹,其实神呢,与我们同在,他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,那这个就是我们极大的恩宠,那在旧月里面真的,这个真的看见摩西何等的有幸呢,这个能够说,神对他说,我按你的名认识你,那千千万人的人海中, 你知道我们实在是有如沧海中的遗述,其实这已经有点跨大了,我们可能还不如沧海中的遗述,但是神不只说他,我不忘记你,而且我按着你的名,这个这么多的人,上帝说我按着名来认识你。 那弟兄姐妹,你知道神说我认识你,不是只是知道你的名字叫尾茂,他的名字叫摩西,他的名字叫神了什么,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样子,他说我认识你,是一个深刻的认识,是包含着你的需要,包含着你的感受,包含着你的现在,跟你的未来。 应该说,他就是认识你,他要引导你走向你美好的人生,那就是你在你生命当中,你还没有开始你的人生的时候,上帝在你生命当中,一个美好的计划,我们说说,那就是你的命定,那弟兄姐妹感谢主。 绝书说我是好牧人,好牧人喂养死命,而不但是喂养死命,那我们怎么样生活呢? 他说,我就要按着你的名字,我要一个一个把你叫出来,然后带着你往前面走。 哇,弟兄姐妹,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经历,优华是我的牧者,我必不至切华,他使我在青草地上,领我在可安瀉的水边。 他说,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,我也不怕遭害,因为你与我同在,你的脏,你的肝都安慰我,在我敌人面前,你为我摆设演习。 他说,你拥有高了我的头,使我的福杯满意,我一生一世,必有恩惠,慈爱随着我,我且要住在耶瓦的殿中,直到永远。 哇,弟兄姐妹,这是诗人大卫一生的情历,他说,那是大卫的诗,是大卫的经诗。 这个经诗就讲到极其的宝贵,极其美好。 所以弟兄姐妹,我们充满的感恩心,耶稣是认识你,而且深刻的认识你。 他知道你的今天,也知道你的未来,把你的人生交投在上帝的手中,你知道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在你身上。 摩西的一生,成为一个传奇的一生,他走到这个地步,他人生最美好的一段,不是他在前四十年,在埃及地做王子的时候, 也不是,当然,也不会是在后面的四十年,在旷野,西乃旷野的,牧养的那一世,他最美好的人生,是在他真的遇见神,在那个旷野里面,那个荆棘火焰里面,他开始认识神,真正的认识神,是与神,面对面的认识神。 弟兄姐妹,他最美好的一生,就从那时候开始,上帝也是一样,你最美好的一生,就是当你开始与神,面对面的时候,弟兄姐妹,感谢主,不是我们可以啊,是神喜欢跟你在一起,感谢主,上帝与你同在,祝福你。 那弟兄姐妹,当你看,我已经,当你看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,我已经回到台湾了,那礼拜五,我就会在营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,感谢主,每一天都有他美好的同在,美好的祝福跟美好的恩告,主与你同在,阿们。